在接下來我們講十字山 用4ish的做法來做 好你看史蒂夫跟大夫就出來了 然後還有我 然後 這邊 我直接把Code拿出來 我建一個 名單對不對 然後建完一個 我先建一個名單好了 Man是什麼 第三個東西 第三個是第0個是什麼 我是一個array對不對 array裡面塞什麼object 有沒有 就是每一個這是一個人的 一個人就是一個物件 有沒有一個人就是一個物件 然後我今天有讓他一個一個排好 放在 那個array裡面 四串裡面 好 那所以我們先講 就是簡單一點就是你們可能對這個東西還 比較陌生 那我們就試試看就是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有一個man 然後呢我想要找 第二個同學 對不對 第二個人 所以是打什麼 打1喔 然後他說 Dave 好 然後我想要知道第二個人的名字 那我怎麼做 name 對不對 Dave OK 或是我怎麼樣做 object 因為現在這個東西是一個object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直接也是這樣做 就可以拿到代夫 OK 一層一層有沒有 一層一層撥 好 那再來呢我們要怎麼樣 這邊foreach 所以我們想要一個一個丟出來 就是有點像是fore的做法 可是我又不想要寫那麼複雜 所以有個東西叫做foreach 然後foreach呢他會怎麼樣 他 後面會接的是他會把 值 和他的位置 就他是 就是 他的foreach 他的API是說 就是 前面會先傳value 然後和index 所以他第一個是value 第二個是index 然後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 對他是value跟index 沒有不行啊 這個 這個例子不好 你看一下這個 有沒有 item跟index 東西一個 就是 就是 哪一個一個東西嘛 他會一個一個東西丟出來 然後再來是 因為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拿到他的位置 我們只要對這些值做事情而已 所以 他第一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拿他的東西 然後再來 如果我們要做更複雜的運算的時候我們才要拿他的index OK 所以我們在這裡比如說像 我剛剛這個foreach對不對 我應該我也可以這樣子做就是我只 拿他的value 然後我怎麼樣 他就只會把他的名字丟出來啊 他就只會把他的名字丟出來啊 所以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他的 他要拿的一個一個item嘛對不對 index是有時候我們想要看到他是第幾個 可是不見得是那麼重要 OK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這邊foreach裡面我們是做運算 比如說 就是把所有的名字 名字都 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就是 就是把大家都是把名字都變成是 哈哈之類 然後這樣子是不是 所有man的名字都變什麼 所有man的名字都變哈哈 因為我可以 在像fore一樣在做這件事情嘛 然後直接把他指的name全部每一個都改成哈哈 全部改掉 或是 所有的人 的年紀 所有人的年紀對不對 年紀什麼 大家都回到18歲 這時候man裡面會怎樣 所有人都是18歲 大家可以理解嗎 他就是一個fore然後你可以就是 因為比較重要是直接拿值 有的時候我要對他的index做 因為他的位置不一樣 比如說 第0位同 第一個同學可能就拿到一個蘋果 第二個同學可能就拿到兩個東西 或是拿到三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才要把index拿出來 OK這個是foreach的做法 謝謝 地平均